当中国小孩遇上法语 在法国上一年级的小学生 天天回家要写三种语言的作业 进步最快的是法语 最近字母二的法语发音 已经是炉火纯情了 具体发这个音的时候 就怕你嗓子里有弹 除了法语之外 学校还给布置的英语作业 不过都很简单 就是唱歌啥的 我的妈呀 法语还没学好呢 英语的法语已经被法语拐带歪了 还好现在中文说的最流利 除了隋眼妈有点青岛口音之外 现在属于三种语言当中最流利的那种 你会唱中文歌吗 嗯 会 给我来一个 唱到情深之处把衣服都脱了 这下不用担心了 咱这个中文将来没问题 没有 toco was that